美国总统川普周一在批评 德国长期拖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数十亿美元款项 并且在贸易上不公平对待美国 川普也首度证实将从德国撤离约9500名美军 中共肺炎疫情仍在全球扩散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首席议员迈考尔 带领的调查小组于15号发表一份调查报告 详细揭露了中共是如何隐瞒疫情消息 并证实北京从未正式向世卫通报肺炎疫情 以违反国际卫生条例 同时批评世界卫生组织一位配合中共 造成疫情蔓延要求坦德塞辞职 美国之音台长班奈特和副台长坚援 于15号一同辞职 网友呼吁调查他们与中共的关系 美国之音前中文部主任龚小夏周二披露 2017年4月发生断波事件后 外界怀疑美国之音遭到中共间谍渗透 而班奈特家人在中国的投资 一直饱受诟病 在浩瀚宇宙中 是否还有其他类似人类生命群 一直是各界争论的要点 最新发布于天文物理学权威期刊的英国研究称 整个银河系可能至少有36个活跃 且可以交流的智慧魂名 不过由于人类受限于时间空间等距离因素 未必能与他们接触 新唐人的电视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